來我們來看一下影片題大家看的情形 那如果是一般的像我們一般的就是提醒的話 我們點過去主要是看他學習的時間 可是影片題呢就不一樣喔 你看喔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您進來之後呢 當然這個地方會有分就是 就是付費帳號跟一般帳號看到會有些不一樣 我現在是付費帳號 所以您可以發現 喔 有 彥宇看了前面後面就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馬上就被抓到了 那另外呢真林 你看這邊對不對他看這一部分 這樣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那麼這個是只有看一次的 看一次的其實他如果看了比較多次 這個顏色會不一樣 我把這裡放大一點 有有沒有 這個顏色會不一樣就是 如果看比較多次的話這個顏色不同 我們可以知道說他到底怎麼做學習的 而且呢比如說老師您看到這一段的話 您如果不知道 這個到底他看到哪裡的話呢 您可以直接點下去影片就出來了 假設我在這邊 因為我不知道他這是看到哪邊對不對 我就按一下 這時候影片就會跑出來 影片有沒有自動挑到他看的那個位置 這樣有沒有更清楚同學一個學習的狀況 因為其實老師不在於說監督同學到底 這個回去有沒有看 而是怎麼樣我要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學好 哪些不會的 欸我看到他沒有看到的我是可以再補充那一塊 這樣他印象才會比較深刻 對吧這個是 我們在影片裡面其實除了 看他的一個 剛剛的學習的歷程以外 我們把影片的紀錄 在這邊也秀出來 而且老師很容易就可以知道說 他看到哪裡 這個是在我們 測驗題的部分 稍微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那麼了解了這樣測驗的感覺之後呢 等一下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您怎麼樣建立自己的 這個課程 自己的群組 其實什麼時候最難老師知道嗎 看到什麼都沒有最難 因為你現在看到我的 有很多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現在上課事實上是還蠻方便的 因為隨終點來都是教程 因為都已經整理好 可是這個也不是說一次就完成 而是隨時我們就是補充資料 補充加價加價 那等你多了之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老師背課是越來越簡單 因為以前的已經在了 你負責做什麼 做維護跟更新 因為有些資訊會過時 或者是不正確的我們更新 可是呢老師可以隨時補充新知識 自己也要成長 對不對自己也要跟著成長 不然老師一直教舊的 沒有跟著成長 其實你會覺得 有點擔心耶 怎麼現在 教的跟 他用的 好像 或聽到的 不大一樣 那這樣你會還有點害怕 對不對 OK齁 好